大家好,本次的议程即将开始 时间是10点10分到10点40分 讲者李明康是长期活跃于各大开源社群的爱好者 也是开源界的吃瓜达人 同时也是明说开源的主持人 专注输出开源治理、开源合规、开源运营等等内容 组织超过100多场的社群活动,经验丰富 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李明康所带来的相信社群的力量 如何参与开源社区的合作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明康 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演讲叫相信社区的力量 如何参与开源社区合作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主持人也介绍了 我目前在的开源组织和社区其实蛮多的 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开源社 目前在开源社担任理事和社区合作组组长 以及顾问委员会秘书 那么其实在社区合作组这边 我做的事情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也因此我在我的介绍里有说我合作的社区是有超过200多家 但基本上是在中国大陆这边 所以也想趁这个Costop的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开源社区合作方面的一些经验 以及我对open source和community的理解 这是我的准备的一个目录吧 就是一个四个B吧 第一个是聊一聊open source和community 第二个是聊聊我的社区合作经验 第三个是去讲一讲如何平衡 因为我参加这么多社区和组织嘛 如何去平衡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不要受到过分的影响 最后就是相信社区的力量 首先我们聊一聊open source和community open source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比较熟悉的 其实我这边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开源在就是免费提供可运于修改和重新分发的原代码 产品包括原代码设计文档或产品内容的许可 那其实右边这个标志 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叫OSI 那OSI其实它对开源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它给了十条叫OSD 第一条就是这个分发的自由 第二个就是要提供圆满 第三个就是要提供延伸作品 第四个就是原作者的圆满 要有一个完整性 第五个是不要歧视个人和团体 第六个是不歧视任何领域 第七个是许可的分发 第八个是许可不能针对特定产品 第九个是许可证不能限制其他软件 第十个是不能以专门的技术或界面完成授权 其实每一项都可以拿出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有专门对这个十个OSI的定义 去做一些开源协议的分析 但我这边今天的主题主要不是讲开源协议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OSI的官网去查阅一下 那么第二个重点讲的 我们先讲讲这个community 就是它在中文 我不太清楚在台湾是怎么翻译 反正在大陆这边可能会翻译成社群团体 但很少有人会提叫共同体 其实它的词源是来自于Powman 那如何解释这个词呢 其实属于现代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领域 那其实针对这一点 我们有跟一些相关的专家有过讨论 比如这个彭赵隆 他是来自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 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其实社区的使用非常广泛 经常与街区和住宅的指撑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我们这边可能大部分的人提到社区 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居委会 街道居委会 就是一个大家一个平时居住的小区的一个居委会 可能会有一个社区的概念 但是很少人会说共同体的概念 那其实共同体的边界非常的宽泛 比如现代国家就被用作叫做想象的共同体 换言之共同体这一概念 在现代的正式的概要性的适用关系 首先是国家 现在现代国家就是一个共同体 当然这一个概念 其实它少不了一个政治学名词 叫共同体政治学 其实也包含了国家政治 也交织着地方政治 它最早是由英国自由党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 旨在强调选举中对地方社区和小群体的重要性 但事实上在后来的使用中 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事件和事物 community的在具体的适用中 更多的在指一个特定的人群 他们与特定的地方 存在着对特定社会价值认同的管理性 其实我想特别花一些时间去讲一讲 这个社区和共同体的区别 也是为了后面做一个铺垫吧 因为我们讲开源嘛 首先介绍什么是开源 然后介绍什么是社区 然后再介绍什么是开源社区 那其实开源社区又称为开放源代码社区 一般由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所组成 根据相应的开源软件许可协议 发布软件原代码的网络平台 比如说GitHub或者GitLab等等 同时也为网络成员提供一个 自由学习的交流空间 那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到 这个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的一些 基本的发展历史的话 就会知道开源社区 其实在推动开源软件的发展过程中 起着巨大的一个作用 那其实开源社区的特点 我这边总结了一下 当然可能不完全 比如说第一个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第二个是在开放式的交流空间 这种交流空间它超越了地理位置的局限 就比如刚刚说的那个 immanaged community 就是想象的 可能是超越了这种地理位置的局限 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开放式协作 是平等的 而且是自组织的 而且基本上会崇尚精英领导的 但这是在开源社区治理模式的一种 叫做精英治理 但其实也会有一些弊短 比如说会有一些松散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组织 并没有特别等级森严或者是 非常周全的公司规章制度 那所以从这个一点看 我们说根据刚刚 这位教授给出的一个解读吧 或者是对共同级的解读 我们可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群 什么样的人群 它是对开放原代码感兴趣的人 OK 我想大多数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不开除它对这个原码不感兴趣 但对这个项目能做出来什么产品感兴趣 对吧 那第二个是它们与特定的地方 那这个特定的地方 其实我们把 不要认为它是一个物理的地方吧 把它抽象为一个 一个聚集 抽象一个抽象的一个聚集地 那其实就是针对某个开源项目 那存在着对特定社会价值的认同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开源项目 非常吸引人 然后大家愿意在这个项目下 共识共益 然后一起给这个项目提PR 解决bug 那其实它们对这个项目的 社会价值认同 就是说可以想一起把这个项目 开源项目做大做强吧 那就存在了这样一个关联性 所以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是 在开源社区这个词里 其实community的词意 更贴近共同体这个概念 那么了解完这个共同体的概念以后 我们去讲一讲 就是我在与这边的开源社区合作的时候 一些最佳实践也是我的一些经验吧 那我先要去说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装助于做社区所做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社区合作的形式落地到具体的事情上有非常多 比如说媒体的合作 还有活动的合作 还有各种什么比赛 黑客松等等 各种的小型沙龙等等 都有 那其实做这些事情 我是以一个完全的志愿者身份去做的 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 但是为什么要去做 其实我想分几个层面去聊吧 当然在聊几个层面之前 我要先说一下 其实我想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痛点是什么 因为我在2019年加入开源社的社群之后 其实就发现 你们在中国 当时的中国的开源还 从企业角度来说 企业的开源项目 或者说是个人的开源项目 感觉没有那么的凝聚力强 或者是互相相作用吧 就是很多开源社区之间的信息孤岛 以及资源是严重不平衡的 比如说一些可能是互联网大厂的开源项目 可能是被捧上神堂 但有一些的项目 可能它也很好 但它可能是个人的 或者是小公司开源的 就一直被冷落 其实这样子 还是非常不利于整个开源生态的发展 所以我当时加入社区 加入开源社 加入这个开源社区合作组之后 就想着力解决这个痛点 那其实我要做合作 其实也从三个方面去考量的 第一个是个人层面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和开源技术社区打交道的 我大概从2017年起 就正式开始通过GitHub和一些开源项目的作者 进行一些交流 包括给一些项目做PR 其实我还是比较很欣赏 或者是很喜欢开源项目作者那种 打交道的那种方式 也很想通过社区合作 结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在做 高级开源社区运营方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我的爱好职业和志愿吧 那组织层面呢 其实加入开源社 它有一个四大使命 叫开源治理 国际接轨 社区发展和项目孵化 那其实社区发展是开源社的一个 很重要的使命吧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联合更多的社区 能形成一个叫做社区的社区 另外就更深一步叫做 形成叫开源人的家 那么从生态层面呢 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的是一个 叫联合明星社区 助推中流社区 然后发掘潜益社区吧 主打的是一个资源置换呀 或者项目合作 活动合作 就希望比如说这个社区 和另外一个社区一起合作的话 可以达到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那我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能够让别人 愿意和我们合作 其实还是要 本身我们要有一定的势能吧 就是其实我在加入开源社之前呢 开源社是有一定的社区 合作数和一些资源的 一些媒体资源或者合作方的积累的 但是还不够大 那其实我加入社区合作组 主要的做的工作就是 先扩大自身在业界的影响力 才有可能去 才有这个势能去 其他单独的项目社区合作 那其实我这边采取的策略 是通过三个方式吧 第一个是社群 就是和开源相关的社群 就是我们社区合作组 都会去积极加入 那目前其实我们加入的社群 基本上只要是开通了 当然WeChat会用的多一点 像TG和Slack可能用的会少一点 基本上是在 在这边所有有相关的 开源项目的话 我们都会加入进去 然后跟这些项目的负责人进行合作 那媒体方面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互联网科技媒体 保持非常友好的合作吧 这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吧 或者是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媒体 合作方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和一些 基金会啊政府啊高校去合作 比如说开源之下 它是由中科院举办的 就是一个类似于谷歌的 GOSA的这么一个项目吧 还有一个就是 阿帕奇基金会等等 当然其实我们合作的社区 有非常多啊 这是我们合作过的社区 覆盖了基本上大数据 运营生数据库 前端项目等等啊 还有网关什么 API 非常多的项目 那这么多项目 其实我们会把这些项目 做一个分类啊 因为我刚才只说了一个 就是说如果要和这些项目 达成合作 你自己先有一个势能 其实这些项目 这些社区 没我们增加一个社区 就是给开源社本身 增加一个合作的势能吧 或者是叫做这个优势啊 那开源社区 它其实按发起人分类 我们简单说理一下 正常来说啊 应该是分为四类的 第一个是由开源基金会 去做这么一个分类啊 比如大型的开源基金会 会管理着多个开源社区 负责管理开源社区资源分配 规则制定商务合作的事业 像Linux基金会和阿帕奇基金会 那第二个是由企业 去发起的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因为像我们知道 除了开源社区 开源基金会以外 其实有一些企业 他们都会做相关的 开源技术分享啊 有一些比如说 互联网一线的大厂吧 像阿里腾讯百度 华为等等这些企业 他们会 以一个战略的角度 去开源一个项目 当然有一些是 稍微初创的一些小企业 他们可能是想做某个 比如说云远生的项目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SARS服务产品 也会去选择走开源这条道路 那因为他们当然这两者的考量是不一样的 因为像大企业他们可能是为了去账 提前去让更多人使用的话 形成一定的叫做我们想讲的叫设置标准 或者就是行业化语权 有些小企业其实他想通过开源 这个方式去获得更多的图示曝光 当然这个需求是不一样 那还有另外两个呢 就是高校和科研机构 高校科研机构和这个个人以及团体 那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啊 其实这是国内外都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啊 积极会对外开源 将研究成果贡献给产业界促进产业发展 鼓励开发者对项目协助开发 形成开放贡献的文化氛围 那最后一个就是个人团体了 那其实包括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 自己玩过开源项目的同学啊 反正我还认识蛮多的 包括自己在大学里啊 甚至有高中生可能就自己会把自己 或者就把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方向去开源出去吧 在Github上有很多人去交流 但大多数的可能是前端呀 或者是后端Java的一些项目等等 那其实那面对 当我们要去跟一个合作方去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叫对须下药啊 但这个下药肯定要打砖也好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合作方的需求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想上面所说的 基金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个人 那其实每一个开源项目背后的主体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来找你合作的诉求 像比如说基金会他发起一个项目 其实他可能考量的是什么 是对这个项目 他选择来跟你合作 他可能考量的是对这个项目孵化 有没有帮助 那企业呢 他来选择跟开源社合作 那其实他会考虑 比如说OSPO 就是这个开源项目管理办公室 还有这个开源战略相关的一些诉求 比如他们想去聊一聊开源合规呀 开源治理呀 开源社区运营啊 等等这些比较落地的一些情况 那像高校科研机构 他们可能在意的是产业结合 就是他们开源出来这个东西 能不能够快速的让一些企业知道 并且实际的落地到一些研发的 实际的流程当中 并能就最好能做出一个什么产品出来 这也是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一些诉求 那像个人和团体 其实有一些个人 其实就是他是完全和自己公司的事情是分开的 就是个人兴趣爱好而已 但是可能就是为了收获好评或者是炫技等等 那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团体或者个人 他是希望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 比如说一个公益的开源项目 像之前我们就有一些同学去叫我们发起过一个项目 叫武汉2020 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非常公益的项目 就是当时去监测新冠疫情的一些数据 然后通过给当地的一些小区 或者是居民等等 这个项目当时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感兴趣可以在给他们搜一下 是开源社和武汉2020 两个开源社区合作的 那其实现在在大陆这边的开源社区现状是什么样呢 其实我们观察的话 其实已经聚集了三股力量吧 叫产业力量 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 从产业上看 中国的开源开发者数量已经租过了800万 居全球第二 然后中国开发者新增长数也居全球第二 中国开源开发者增长速度蛮快的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一个科技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大的趋势有关系吧 因为很多的这个线上的一个信息差壁垒被打破了 很多人愿意去尤其是互联网计算机行业的同学 愿意去看看国内外的一些好的开源项目 然后很多企业也愿意去借助这些开源项目的力量 去落地到产业上 那资本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近两年 近三年来说 开源初创被读的企业应该是不断增加的 那其实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本土发起的开源项目 获得了大量的投资 但是离上市还很远 这个上市是目前应该是没有的 不过在此过程中呢 开源的商业模型也逐渐成型 演进出多种商业模式 像跟开源初合作的有云起资本和其他的一些 还有GGV 红箱资本等等 像他们其实都这两年都看了非常多的一些 比较知名的开源项目去投 尤其是最近 由于这个ChatGPT所引爆的 所谓AI行业的 像这个AIGC 就是生成是AI相关的一些开源企业 也是备受关注 那像政府力量的话 因为中国这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就叫十四五规划 其实这个文件还是很重要吧 因为它决定了每五年的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划 所以它这里边就将开源列入了其中 要求支持数字技术开源和开源社区等 创新联合体发展等等 所以在这三股力量的加持下 其实整个中国的开源社区现状是越来越庞大的 这是我们和上面提到的一个媒体 叫InfoQ 联合发布的一个中国开源生态的一个图图 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小 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看清楚 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覆盖的范围还是很多的 包括解决方案 制作平台 运营生 数据库 AI引擎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大数据等等 反正非常多 当然也包括一些开发者社区 还有生态合作社区 非常多 已经是非常多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整个中国 包括台湾的开源的一些信息的话 也可以访问开源社的一个项目 叫中国开源地图 其实 当然这个项目是共创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想收集 尽可能收集所有中国相关的开源项目 在这个地图上 然后并且呢 因为我这边是截图 大家如果有网络的话 可以去点这个链接自己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图的下面 其实是每个项目社区的介绍 然后我们还对这所有的项目 做了一个数据可视化的分析吧 但我只截了一小部分的图 是一个图表 还有包括全景图 下面会有社区城市排行 还有这个发起时间 还有这个项目类型 丙状图等等 包括每个社区都会有介绍 以及相应的社区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主要是目的 还是为了促成我们在社区 与社区之间的联合以合作上的 好 那进入第三块 主要是讲这个平衡 其实虽然我上面讲的可能有点少 因为时间可能不是那么的充裕 因为我这边就讲一讲是怎么去平衡工作 社区和个人生活 因为像今天刚刚有帮我去检查这个GPT的志愿者 还有包括刚刚介绍的 就是可能都是志愿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苦闹 就可能工作事务 我们正常公司的工作事务 可能其实会占据白天的主要的时间 比如说白天的工作日的正常八小时 那其实但是社区事务有的时候 可能会在这八小时里边发生 可能需要你去响应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区事务 有的时候往往呢 还会在周末举行 可能会占用到个人的休息时间 那这之间如何平衡 但其实这也是分不同的阶段和不同人的性格 有的人可能他就完全不认为 社区的事务它是一个事务型工作 可能认为是一个兴趣爱好 所以很乐意投入时间 而且在这个投入的过程中是非常享受的 可能也会很快乐 但有的人他虽然愿意投入社区 但他还是会觉得说 社区与个人之间要有一定的区别吧 就是毕竟也要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之间嘛 那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些 可能不是特别通用的个人经验吧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 比如第一个是立好代办事项 就是比如说重要不紧急 紧急不重要 像这个这是一张图 我觉得这张图还是挺有用的 帮助我很多 第一个是把所有事情列下来 就这一周或者今天可能会发生事情 或者你提前知道的一些事情 全部列成一行一行的代办 然后根据这个去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重要且紧急的 像紧急情况迫切的问题 或者是限期完成的会议或者工作 那这个可能优先级要放在第一要去解决 那第二个是重要但不紧急的 那比如说一些准备工作预防工作 还有一些什么计划呀 增强自己能力呀 比如说看书什么的 这个可能很重要但他不是特别的着急 你可以放到第二位 那第三个是不重要但紧急的 就是造成干扰的事情 电话的 信件啊 会议 许多迫在眉睫的集市 符合别人期望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不重要但紧急 你的目的其实是把这个事情尽快的处理掉 但是不要花太多心思在上面 那不重要也不紧急的 那就是一些什么广告呀 浪费时间的逃避性活动 忙碌防碎的事情呢 其实建议可以放到最后 就是这一天的最后 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是控制社交软件吧 就在公司的工作时间 我觉得看你个人的自控里吧 一般我会在工作时间 无论是做项目还是写代码 还是什么时候 你会至少要保持有四个小时 不去看社交 当然我说的是社交消息 不是工作消息 就是社交的消息 比如说你的个人的微信 Vchat或者是Telegram 或者是Slack等等 就是尽量不要去看这些 也不要去刷 把你的心思装住在工作上 尽快的把工作相关的事情处理好 然后再抽出时间 集中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你尽量把自己的时间 按照快划分好 而不是夹杂在其中吧 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你去 就是兼顾好工作与社区事务之间的关系吧 那最后一个是相互配合吧 大幕不成林 独幕不成县嘛 独私不成县 其实像志愿者组织 我其实是建议尽量找到配合的志愿者 交叉负责事务 这样可能大家的时间调整都会比较好 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那最后就是相信社区的力量吧 其实我是完全以一个Volunteer的身份去参加开议社的 虽然现在是开议社离世 也是担任了很多职务 但是其实我经历是投入很多 但其实还是会感到很开心的 因为认识了非常多的社区小伙伴 而且在很多的开发者的分会上 也去当主持啊 还有做演讲 其实这些事情还是挺让我开心的 包括像参加一些GOTC 这个Linux经营会的一些组织 还就是去麻爱集团 我们讨论相关的开源合规 这是我们当时的合照 这是一个企业集合作的一个分会吧 对 所以可能之前会有很多事情会很累啊 比如说像举办这次Cost Cup 我相信很多志愿者也会很累 但我相信当这个Cost Cup 原本举办成功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拍合影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成就感 可能会把这种累或者是不愉快都打消吧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结束了 好 那感谢李明康讲者所带来的精彩的演讲 那会议时间剩下两分钟 好 那 一个问题 讲者会建议说假设今天有一个同学他想要参与开源社群的话 那可能因为大家都会怕说可能自己的技术能力不够 没有办法 参与的很顺利 那可能会建议他如何去跨出他的第一步去参与这个开源社群 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吧 就是说我不懂技术能不能参加开源社群 其实开源社群 我想大家深耕在开源社群的话 也知道一个社群它的运作不单单只是靠写代码的人员 其实有一些比较周边的事情 比如说比较周边是不需要写代码的能力吧 比如说我不知道有的社区会不会举办 经常举办社区的双周会或者是乐会 还有一些社区的文档的工作 还有一些比如说社区的周边设计 还有社区的这些品牌啊运营啊等等 就是如果这个社区会做得很大的话 其实这些事情你即便是不懂技术啊 或者完全不懂也是有机会可以参与到的 包括开源社其实我们现在正式成员有140多个人吧 但是志愿者的规模可能到三四百人 其实这些志愿者里边有很大一部分 他也是不懂技术的 比如说各种专业的啊 有一些什么新闻创媒专业的 但是他可能会愿意加入开源社帮你做一些媒体的PR 或者是视频剪辑之类的工作 其实他也是对这个开源群体 开源社区做贡献 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 这是我的建议啊 好 好 那谢谢讲者的回答 那我们这一场议程应该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李明康讲者所带来的演讲 谢谢大家